圣地亚哥市议会于周二表决将在2月28日结束中共病毒疫情紧急状态 根据市议会的声明 由于确诊数和住院数减少 并且已经有91%的市府员工接种疫苗 因此决定取消疫苗令 至于圣地亚哥县也将与州府同步在2月28日当天结束疫情紧急状态 洛杉矶市议会在1月20日投票将决定在2月1日到期的租客保护措施永久化 这项措施规定 除非有未付租金或违反租赁原则的证据 否则房东不能驱逐租客 另外 在2024年2月以前 房东将不得驱逐饲养违禁宠物的房客和不在租约上的房客 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24日公布入围名单 顺息全宇宙凭借11项提名领跑 主演该片的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子琼成为影史上首位入围奥斯卡影后的华裔女星 除了女主角入围影后 顺息全宇宙还入围包括最佳影片 导演 男配角和女配角等 顺息全宇宙由美济华裔导演关家勇和导演丹尼尔·施纳特联合编剧导演 二人获得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出演该片的关继威和徐伟伦也分别获最佳男女配角提名 新唐电视台洛杉矶纪纪恶战综合报道